我們要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求這個翻層式當中 所有根的總和怎麼算 你看到這個翻層式有什麼感覺 欸!S2加4S S2加4S有沒有一樣? 一樣吧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像這題喔 你不要直接把這些爆開行不行 所以你觀察一下這兩個有沒有一樣? 有 我把它叫做A 我把它叫做A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A平方 減2A 減15等於幾? 0 這樣行不行 把因式分解得到 A減5 乘算A加3等於0 這兩相乘是0 所以A等於5 或者是G 負3 這樣行不行 算出來之後 麻煩你 把它帶回去求A 行不行 第一種狀況 A4C化身 H平方 加4S等於幾? 5 這第一種狀況 好不好 第二種狀況 A4C化身 H平方 加3 4S等於幾? 負3 這樣行不行? 可不可以嗎? 麻煩你把5一掛好不好 所以 H平方 加4S 5-5等於0 這樣行不行 之後 把它抓起來 因式分解 OK 把它分解成 A加5 乘算 A-1等於0 所以 算出來 A可以四幾 負 或者四幾 1 這樣行不行 這樣一下 H平方 加4S 加3 等於0 把它抓起來 因式分解 A加1 乘算 A可以加3 等於0 這兩相乘是0 可見 AK是負1 或是四幾 負4 這樣行不行? 所以說 請問你什麼? 所有根 抱歉 負1或是幾 負3 這樣行不行? 好 需要這邊說 你觀察一下 聽問你什麼? 他問你所有根的總和 對不對? 所以說 你觀察一下 有幾個根 有這四個根 對吧 負1 5 還有多少 還有負1 還有負3 這樣行不行? 所以說 所有根加總起來 總和最四七 負8 OK